小朋友到動物園看動物超興奮 但有民眾7號到獸山動物園 卻看到這一幕 一隻長筆碗熊側躺在角落 一動也不動 腹部周邊血跡斑斑 疑似還有同伴在啃食 臟氣外露 民眾PO文描述當時情況 一攤一攤的血跡 以為是吃火龍果 沒想到是被啃食 空氣瀰漫著血腥味 小朋友看了超害怕 如果是內臟都出來 那真的是很恐怖 會嚇到小孩子 網友回應狂概樓 不能好好被照顧 乾脆也放算了 動物會死不意外 但啃到脹氣外露真的離譜 是去看動物自相殘殺嗎 新開幕可能讓動物太焦慮 原方解釋 一共飼養食物之浣熊 分成三窩管理 平常吃水果和蟲類 而民眾看到的這六隻 從小一起長大 也是首次發生互啃事件 在同伴間發生這麼比較嚴重的這種打鬥行為 其實我們也相當的痛心 原方說他們在動物園出生一起長大 平常針位置排序會有互抓互咬 都屬於正常行為 但這次嚴重打架 讓浣熊腹部穿刺傷死亡也相當意外 之後會更流行觀察動物互動情形 九王一玉高雄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日子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